Hello,大家好,我是Dragon 嗯,时隔一个月了吧,没有上传视频 好多群友在微信群里面在催我更新 大家最近最近我在忙什么 我在群里面也更新了一些个人的一些消息 最近我认识一个女孩,然后我们在一起 嗯,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吧 先说一下关于那个省齐民的事情 因为我这个频道主要大家都是在分享关于移民的事情 嗯,简单的说一下关于省齐民资料提交的 就是曼省的省齐民提交 嗯,因为之前不是录了一期关于那个 EOI嘛,它的它的下一步就是要递交省齐民 好多人觉得都特别麻烦啊,说是要花几千刀去找人做这个 可能三四千刀吧,有些人收,有些人收两千刀 去办这些事情,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去花钱弄这些东西很简单 如果你把资料准备齐全,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弄完了 它就是一个,还是在之前那个EOI的那个网站里面 你还是原来的那个登录名啊,用户密码之类的统一的 登录进去以后它就有一个 嗯,你会受的邀请 邀请以后你就可以在有60千的时间内去准备资料上传 我可能用了两星期吧,准备所有的资料 主要的资料都包括什么呢? 我给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我看一下我的电脑上的存的 首先包括你的学历,就是你的教育历史 你在国内的教育,还有在加拿大的教育 他们叫education history 所以你把这两个写上,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然后,当然呢,如果你的在中国的是有 是汉语的那个成绩单啊什么 需要成绩单和学位证两个 你需要做公证翻译,然后上传 这以前你在申请那个学签的时候 如果说你已经做了的话,就不用直接上传原来的就可以 像加拿大这边的话,你就上传这边的成绩单和那个学位 他们叫diploma,什么学位证之类的 或者是一个certific 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语言的话,它就是亚斯的成绩单 然后他会让你钱那个,你考了几分几分 然后上传成绩单 嗯,还有就是property 它会需要你在这边的一些财产证明 嗯,像我之前不是在这边买了一个condo吗 它会 嗯,让你钱这个,你的condo的政府的估价 政府呢,好像是每年会给你发一封信 关于这个condo的估价是多少钱 多亏 我不用把那个扔掉,还保存了下来 所以我那个扫描了,然后 就上传,然后还有你的mortgage 就是你做的那个房屋贷款 它要上传那个 然后还有你银行的资产证明 一般的话一个人在1万加币左右就够了 没有必要多弄 但如果你有钱的话,你全部写上也没有任何关系 你的资产 还有就是你的work history 就是你的工作的历史 就是你在国内的工作 还有在加拿大这边的工作 的历史要写在上面 嗯,像我在国内有 毕业以后工作4家公司吧 然后我就把那个工作的历史 然后每一个公司都开了工作证明 这个就是我弄的时间比较长 等的时间比较长 等了三个星期吧 有些公司比较慢 嗯,很简单 你弄一个汉语和英语的 你在那边工作的是什么情况 上面写的你每周工作都是 这边比较 因为加拿大这边你要写 你每周工作多少个小时 然后每个工资大概是多少 加拿大是这样写的 因为在中国全职 基本上的工作都是全职 我会在上面写 就是我的主要工作职责是什么 然后每周工作40个小时 就是担任什么岗位 然后还有你就 我就写的比较详细 还有你的工作 还有工资和奖金啊等等 嗯,到时候如果说是有人需要这个 我看我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到时候 后面有人需要这个工作证明的模板的话 也可以我到时候发到群里面 或者是 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通过的话 那说明这个就是可用的 然后分线给大家 大家弄起来比较简单了 主要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在 像我在这个加油站工作 他会需要你的 他到时候会联系你的老板 他会让你签这个联系人的信息吗 嗯,还有联系人的电话 我又签了我们老板的电话 还有联系信息 还有整体就是你 你目前在的就是工作半年以后 他会他会要你这个 就加油站这个信息 其他的那以前的那些工作历史 他也收到信息的 就可能会联系 证实一下之类的 所有的情况就是很简单 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 他还有一个state 就是你在这边set down的一个plan 你会选择你在哪一个城市 要定居到哪个城市 然后还有在那个 你的定在这边的后的计划 你计划以后干什么 你是大概写一个plan 你为什么选择了Winnipeg这个城市 大概编辑个理由 就这样 到你签完所有的后 他会你上传以后 他会给你形成一个pdf文件 然后你可以download下来 他就是你所有的一个 你所有之前所有信息的一个表 相当于是一个pdf 就是你之前签的所有的信息 包括你的 你走的是哪一个通道 像我走的是这个skilled worker这个通道 然后你是不是现在在Winnipeg住 他这所有的问题都会给你形成一个 你之前签的所有问题 会给你形成一个完整的pdf 你可以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那婚姻状况呀 等等就是个人信息吧 整齐就签这些东西你可能在 那些资料准备好 可能就十几分钟就能弄完吧 仔细签一签十几分钟就能弄完吧 其他的没有什么 很简单的东西 大家想的不要有多么复杂 因为这个东西 嗯很简单 也不用任何人去给你背书呀 什么拿个移民去跟我钱的就比较好 这东西都比较简单 嗯 看自己群里面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更新视频 群里面的发消息的人都不多了 活跃程度不够啊 嗯 大家有什么需要咨询的问题 可以在群里问问我 也可以发私信问我 希望大家多多的转发点赞和关注 嗯 然后呢 这期我也不就进行编辑了 像我之前会加上片头呀 在电脑里面去编辑视频 就直接上传了 嗯 希望给大家能分享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嘛 还有呢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申请学签呀 可以找我 我 嗯 我会把我的微信留在下面 然后继续 嗯 有需要加我微信的人 可以通过微信签加我 来 嗯 跟我去聊签呀 或者是关于学签申请的 一方面的一些咨询 当然这个咨询 嗯不是跟我 我 我没有那个移民证 然后我是跟一家公司合作的 所以 到时候会有那个zoom的网上的咨询 但人家是收费的 嗯 所以 到时候 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联系我 所以我认为在整个移民过程中 最重要的就是有学签吧 还有后来你如果能找到工作 毕业后找到工作呢 最好找不到的话你可以 所以 因为这边也有一些这种可以 可以 有些是可以挂靠的 有些是可以 你要去 嗯 花钱买的 看你个人能力啊 嗯 其实我跟一些网友在聊签 他 他们都觉得漫省的政策还是最靠谱的 嗯 嗯 就是通过上学 然后 学友 就可以拿到平安了 很简单 没有更多的 特别复杂的一些东西 比较简单 所以大家只要能坚持住就行 拿到学前以后坚持住 就可以拿到身份 可能得三年多吧 我呢我下一步试着准备去 现在可能省其名地等两到 然后说有些人等三个月 有些人等六个月 我现在不知道等多久 嗯 我准备从五月份吧 开始看看雅思 准备看能不能把雅思能 考上三个6.5 一个6 现在是两个6.5 两个6 然后走那个1 就是 你被省其名额以后 你可以 在走1的时候 好像是能更好一些 我之前也分析过 大家在可以看看相关的视频 我现在还满足不了 那个67分的要求 如果满足的话我就做1亿了 更快半年就能拿到生气 拿到PR了 最近感觉生活是越来越好 希望你们也是一样 不知道经常在群里聊天的你们 那几个人最近好像不聊 不知道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 在在忙什么 是不是夏天到了 你们都出去玩去了 威尼波这两天还在下去 都4月中旬了 我希望是最后一波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2 2 2 3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